用政治来引领贸易 用政治来引领经济的结果 让人家没办法活 因为这些大厂它本身 所涉及到的它的生产的话 原来是属于世界分工的一部分 它不卖给中国要卖给谁 我们要来看到的是美国呢 现在在晶片领域 针对中国大陆的封毒动作 真的是一波接一波 7月31号传出美方将在8月份 要推出新规 也就是所谓的外国直接产品规则的扩展 要禁止多国 向大约6家中国大陆最先进的 晶片制造厂出口设备 那受到影响的地区包括说 台湾、以色列、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不过日本、荷兰跟韩国的 这些关键晶片制造设备商 他们是可以豁免的 所以呢 埃斯摩尔还有东京威力科创这些业者 并不会受到美国这项新规定的影响 那美国也计划将大约120个中国实体公司 要列入贸易限制的名单 包含有6家的晶片厂、设备制造商、电子设计 自动化软体供应商 那还有其他相关企业 虽然现在还没有办法确认说 是哪些的中国大陆晶片厂会受到影响 但是外界猜测呢 美国的晶片令就是指指中国最大的 D-RAM制造商长新存储 好看得出来美国 现在是请全力在打压中国大陆的半导体 加强了出口管制 那推各种的精力 但是呢又要避免触入到盟友 好不过现在呢 看起来打压效果好像有限 大家在说中国的半导体好像是不死鸟 岳老师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想要打压中国半导体的发展 到真的是雷声大于点小了 为什么呢 因为大陆原来 我记得非常清楚 在这个2018年以前的时候呢 大陆非常相信这个全球化的这种把戏 会觉得说是大陆的科技的发展的话 有关于这个晶片的部分的话 交给人家的话又好又便宜 所以说呢他做他自己要做的 然后大家可以分工 也输减一下这个贸易上的压力 那突然呢美国就发觉说是 不得了了 这个事情要打压 要不准在大陆发展 我在那边提出四个理由 让大家一次清楚地了解 首先第一个 我在学校就教科技哲学的 科技哲学本身请大家了解 这个科技不管你多发达 你永远是这个发现的 你不会发明 只有上帝能发明 这个意思说什么 意思说呢 这个大家科技上有差别的话呢 只要你有足够的工程师 只要你有足够的资源 有足够的金钱的话 你假以时日 周比有成 这个是第一点 大家心里都明白 所以说没有人估计 想说中国人就不行 没这件事情 就讲说 三到五年 中国才能追得上 这个可以 因为讲得非常快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的话呢 其实本身来讲 大家都把距离于什么 三奈米 五奈米 或是什么 讲的奈米 你知道三奈米是多小吗 你知道比一个头发 本身还细啊 对不对 你根本就是 绝大多数的科技 像我们现在用到电脑 要什么的话呢 基本上的话呢 就是大陆现有的 晶片的话呢 其实也可以在 应用上来讲 只是说要达到那种 像是那种 非常尖端的科技 什么的话呢 那确实要有 非常小的这种科技 但是因为有很多的方法 比如说华为的 MAT60 Pro的话呢 它基本上 也就是做到了 自己这个5G的手机 5G的晶片当中 它也是 做了一些科技上的突破 这是第二部分 在应用上来讲的话呢 最不用最尖端的吧 那么这个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说呢 它自己的规定 比如说英戴人 就是英伟达本身来讲 它那个晶片的话 AI的晶片当中 它就做了非常多的 就是说 要避开美国的限制 你这边所强调的 有一些这个 阿什麦尔的 或者说是这个 东京的什么 威力啊 什么的 他们基本上 就是说是 他们的公司要生存啊 你想想看 这种高科技的公司 你不能够指望 亚非拉的国家 亚洲 非洲 跟拉丁美洲的国家 来买你这些高科技产品啊 你要指望 就是说又有能力 又有金钱 买了本身 又要能够 转变成 这个晶片成为 这种进一步发展的 这样子才能够卖掉 那你现在 阿什麦尔的这种光科技 能卖给 除了卖给中国以外 能卖给谁 然后呢 这个美国自己 都没有制造业了 那东京本身的 一大堆 什么光科胶 这些东西 原来人家做好了 全球化的一个准备 是全球性的分工 所以我刚刚 针对于那个 上次所提到的题目 我再稍微强调一下 原来中国跟欧洲 在疫情之前 签了一个中欧贸易 中欧投资协定啊 原来都已经是 做好要投资 为什么现在 意大利的梅罗尼 跑到大陆以后 狠狠地把冯德安伦 发了封信 骂了一顿 原因就是说 你这个做法上来讲 用政治来引领贸易 用政治来引领经济的结果 让人家没办法活 因为这些大厂 它本身 所涉及到的 它的生产的话 原来是属于 世界分工的一部分 它不卖给中国 卖给谁啊 谁有这个能力啊 对不对 所以你在这情况下 这不是说光吆喝一下 就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说这也是 无外乎说的 除了立陶宛 立陶宛是非常特殊的 一个情况 波罗地安三小国 恨苏联恨得要死 为了要追求自保 所以说不行 美国讲什么 他都对 那么讲的 对没有错了 那你自己国家 要干什么 但是大家要生存的话 谁跟你一起走 所以你说 对于这个半导体 就是美国带头 对中国打压 最多三到五年 不会有什么具体的成果 那美国自身呢 我们要来看到 这家半导体大厂 Intel 8月1号 他们公布了 第二季的业绩 不仅这个财报 财测都逊于 原本分析师所预期的 还宣布说 要裁员超过15% 那也不支付 2024年第四季的 鼓励 现在知名的半导体分析师 陆行之 他就说 真的是可以用 惨不忍睹来形容 好 Intel现在陷入了困境 跟台积电没得比 而且恐怕会被超为超车 美国政府推出了很多的政策 其实都已经在独厚Intel 那接下来上支歌 您看 还能怎么救 Intel这太惨了 你知道这个 科技啊 AI Intel就是AI的 也是一个 包括晶片啊等等 我都想说 我作为一个年轻人 当时在打电脑的时候 Intel像神一样 你知道这次8月1号 它公布之后 盘后之后 一度大跌20% 后来修正过来一点点 你难以想象 这个真的是 现在涉及到AI所产业 最近当然比较颠簸 但至少在这一年多以来 是众人皆赚 Intel独亏 得AI则得天下 所以到底怎么回事 当然毫无疑问 大家都觉得是整个 它是基辛格啦 它的CEO真的是有 很大很大很大的问题 特别是在 这次8月1号 这个大跌之后 我们先来看这个问题是说 到底跟中国有没有关心 其实当然现在 这两天竟然出现一个 我觉得很荒谬的说 是因为中国开始 就在进 那个Intel的CPU产生影响 我听说我真的是翻白眼 你要知道中国大陆在今年3月当中 它宣布的是 政府的电脑 开始要逐步的淘汰 Intel跟AMD的部分的CPU 为什么呢 因为政府很多的作业 文书作业跟档案这些东西 而你要知道在中国大陆 你说对Intel影响很大吗 没有错 中国大陆现在要拉抬鸿蒙系统 作为中国政府 包括各方面主要的系统 但这些刚刚强调 都是在作业 有关于政府的作业 你说在商务 你说百度的这些云计算 他们敢用鸿蒙吗 鸿蒙现在的状态 是在作业系统各方面可以的 取代一般的 所谓的这种原来传统的PC 微软这些作业 可是问题是 你现在在商业的这种 包括AI运用 你不可能鸿蒙能够取代 也包括现在CPU跟GPU 自己本身也在竞争 很新很新的科技 现在很多的最新顶线的科技 不需要CPU了 更不要说你刚刚讲微软 微软前阵子大家应该新闻都看到 它那个CPU 让很多全世界有多少的 这个电脑全部当机 真的是死去活来 大家真的这一波 我觉得Intel大概有史以来 从成立大概八字最糟糕的 或者星座最糟糕的 就这时候 好 简单讲说 我觉得现在 Intel的部分 目前看起来没有任何的 包括中国市场的加持 也欠缺自己在技术 在投资各方面 全世界到处承诺要去盖厂 像包括德国都承诺 那现在全部都拖延 感觉起来Intel有点 是因为破产的感觉 技术核心技术 我们都认为Intel核心技术 还是非常厉害 但是问题是你终究要建厂 你现在在摇晃当中 也希望不要找台积电 先前说不老要代工 后来又偷偷地 又找台积电代工 整个Intel最大的问题 是它的摇摆 但是Intel作为美国政府 最主要扶持补贴的对象 你补贴一个 你也不能说它现在就是说 不可就是阿斗 也不行 那么但是它现在的 这个混乱状况 我觉得现在这两天 我们看到最新大量 已经有越来越多风声认为 你就要把CEO换掉 整个从头来重新打过 如果没有这样 不这样做的行李之下 Intel大概就只是在 所有一片辉煌 辉达一片辉煌的时候 AMD赚得 跟它竞争对手 这么赚的行李之下 你都不知道怎么样 继续跌落深渊 是 好我们来看到美国 为了要围堵华为呢 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 取消向华为出口 某一些产品的许可证 但是美国晶片制造商 高通 在获得美国政府的豁免 可以继续跟华为合作 但是华为这几年被打压之下 早就已经开始有自研晶片 那讲白一点 就是华为现在 已经不再需要高通的晶片 好立章君强请教 你让这个美国的 这个晶片禁令 伤到的不就是自家人吗 当然是伤到自家人 首先我要解释一下 手机的晶片 其实我们可以区分为两个部分 来讨论 第一个就是说设计 就像是高通或者联发科 他负责设计这个手机的晶片 所以我们手机 因为这个晶片 它可以运作很多 不管是我们去下载APP 或者是计算 或者是网联 设计完这种晶片以后 那第二个是 你晶片工程师设计好以后 你要交给工厂来制造 所以这是第二个部分 那交给谁呢 以前都交给台积电来制造 台积电来制造以后 台积电自己没有自己品牌的晶片 然后他就帮高通设计好以后 高通把这个晶片卖给华为 或卖给Apple 然后Apple他们这个华为 他们再把它装到自己的 这个设计的手机上面 然后卖给 所以说有一个完整的一个 大家分工合作一个工艺链 那现在美国 他为了说是要打压华为 他怕华为压过 这个卖的比这个苹果要好 所以他就说不准你们高通 或者是这些 还有我美国科技的 这些公司来讲的话 把这个晶片卖给华为 不准卖给他 那逼着你华为没办法 我手机我必须要卖 他后来有一阵子 他没有卖手机 他去发展他的5G了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华为他自己可能 他就自己设计晶片 然后设计完以后 他委托谁来制造的 委托中芯制造 那中芯这个晶片公司 来制造这个晶片来讲的话 当然刚开始大家认为说 你中芯这个没有这种 EVD EVD这种这个 这个极紫外光机 做不出来高阶的晶片 就算你设计的再好 你不见得有这种机器 你就做不出来 但是没想到 这个华为来讲的话 中芯晶片 他用这种 这个重复不断的曝光 就像是我讲一个简单的道理 就是假如我们照一张相片之后 对我们把它放大 再照一张 再把它放大 再照一张 那可能量率会比较低 那可能来讲的话 他的效果 这个量率没有说是 刚开始第一次高显微的 这种状况之下 做出来的效果好 可是他不管怎么样 他还是做出来 就算是量率低 他最起码7纳米 去年来讲的话 那7纳米对华为 他所需要设计的手机来讲 他的需求已经功能 已经确实足够了 所以我们看到去年 他的Meta60卖得很好 就他故意在这个联盟多 去中国访问的时候 他在那些突袭的方式 来在这个卖这个 这个华为Meta60 让联盟多吓了一跳 大家还牺牲说是 联盟多是代言人 那现在来讲的话 华为他们中心科技来讲 被逼着又做出更好的晶片 也就是说可能他们研判 可能有可能做到5纳米 或甚至有到3纳米 这种可能性很多 就像是月老师刚刚讲的 这科学的东西 只有说是 你要不要花时间嘛 那你给我时间 我慢慢做出来 那或许你现在进艾斯摩尔 到以后会不会有一天 这个中国自己也做出这种光刻机 这就很难去预测 也有可能哪一天 他自己做出这种光刻机 到那个时候 他可能1纳米2纳米 都会被赶得上 所以美国这时候 让高通把这个晶片卖给华为 他也是不得已的措施 不然他就自己做出来了 好 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尽管遭到美国抵制 华为手机在大陆市场依旧畅销 根据华为公司的内部人士透露 新的旗舰手机 Pura 70系列 自从4月18号发表到7月16号 这全系列的出货量 对比P60系列年增了125% 大家都想抢当这个花粉 不过华为还是没有对外来公布 正式公布说这个Pura 70 他们到底是用哪一款晶片 不过市场上都在流传 根据这个曝光的资讯 Pura 70系列采用的是 全新的麒麟9010处理器 仍然是沿用先前的7奈米制程 那华为的高层于成东 他曾经表示说过去的五年 就是整个团队经历到最艰难的时期 好 那建长想请教您 现在是不是说明说 现在中国的这个晶片供应链 已经进一步成熟了呢 的确是 那当初无论是美国或者是其他欧洲国家 一直都有一种错误的认知 他们认为说只要为难了华为 为难了中国 那中国的这个有关于它的高科技的 这个晶片需求 那它就可以减缓下来 然后可以无论是进行科技战也好 无论是进行贸易战也好 都可以让中国的速度不会这么快的涨 那个超过欧美国家 但是事与愿违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其实中国一直是一头碎尸 拿破仑就说过小心点不要把它叫醒 然后美国跟欧洲这个作为 正好就是把中国大陆叫醒了 为什么叫醒呢 原来你们就是用晶片来卡脖子 那现在的做法也就是自己来做晶片 那其实我看了非常多的中国大陆的论文 其实从北哈尔滨工业大学一直到南 那有通通都有非常多的大学 对于如何制造光科技 他们都有非常多的论文提出 而且事实上来讲 当我们的晶片制造到两奈米以下 原来的这一个所谓的现在最新的 叫做高素质孔径极子外光的这个光科技 也已经慢慢进入到了物理的限制 那在这个限制的时候 这个时候如果中国大陆发展出来了 新的这个光科技的技术的话 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许许多多 中国大陆的很多的建设 其实都叫做 它都是后发先制 也就是弯道超车 它不用去经历过旧的这一些状况 它就可以直接的到达更新的一个高峰 这个也就是我们从华为上一代的Mate 60 Pro 其实就已经出现这个状况 那现在Cura 大家为什么海外这么重视 因为海外最主要是想要看一看 华为到底又用了什么的新晶片 可是对于中国大陆的人民来讲 不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 因为华为它始终营造的是一个生态圈 也就是好像我们之前曾经看过的一个广告 从我早上一起来 当我刷牙洗脸的时候 那个镜子就告诉我 今天的天气如何 有什么大事 然后我马上要上班的那个路线 有没有塞车什么 其实这就是一个生态 其实Apple想不想经营这个心态 想啊 Siri不是吗 那也就是它透过这个样子 它想要全面的进入生活 但是对于中国大陆而言 华为是比较成功的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发生了工商变更 它注册的资本呢 由人民币407.41亿元 增加到408.41亿 好 股本增加了人民币1亿元 但是华为并没有进一步的说明说 他们增资的用途到底是什么 不过我们盘点从2019年12月底以来呢 其实华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注册资本增加的变动 虽然说每一回都不大 但是我们想请教一下博仲老师了 华为这几年的增资是不是也在在显示说 它加速要投资这个半导体产业 是的 这边我问问伊林主持人 桌子有没有亲戚朋友使用华为手机 有 应该也是有点历史了 是 因为华为在台湾曾经辉煌过 在2019年我们全台湾手机市占率它排第四 只输给第一名的Apple iPhone 还有第二名的三星 Samsung 还有第三名的Obo一些而已 但是因为这种被美国制裁之后 它就一蹶不振了 暂时在台湾市场这个销声匿迹了 那当年他还请出台客教主 吴白老师来当产品代言人 大家应该都记忆留心 那现在华为增资的消息 每次一出现 美女就会广关报道 当然他也没有说增资的目的 但是不外乎就是研发人力 生产设备还有厂房扩建 那事实上呢 刚刚主任提到自给自主 那晶片的制造 首先要看制成再看良率 那因为这是很专业的东西 我来上节目之前怕讲错 因为我弟弟在台积电担任 研发部门主管 我还跟他对过 那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首先在16到14奈米这个制程里面 中国可以自给自主 就算良率没有先进国家那么高 也有台积电在南京的工厂 因为台积电在南京市场 可以协助生产 但如果到7奈米这个阶段 主要是美国为了卡脖子 棒打出楼鸟 不卖先进的光刻机 S-MORE给中国 那现在要做7日程的话 基本上都是用所谓的 极紫外线的光刻机 EUV来做 那中国只有前一世代的 这个DUV 深紫外线的光刻机 那必须勉强做多重曝光 然后成本更高 良率更低 所以CP值就不高 所以为什么能够生产出来 让华为可以使用 让它的手机在中国市场 卖得下下轿 但是中芯国际 并没有赚到什么钱 那如果到进一步的 这个5奈米到3奈米的 这个制程呢 就难度很高了 那中国方面 虽然也是全力的追赶 但是无法做 大规模的一个量产 那特别是3奈米 即便台湾的这个 互国神山台积电 都还必须跨国合作 跟日本美国 甚至荷兰德国合作 才能做出来 所以 这方面呢 中国目前看不到 能够有量成的实力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6月24号的时候 在北京的 全国科技大会上强调 要加大对 机体电路等技术研发力度 把这科技命脉 和发展主动权 要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而且目前呢 距离实现 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 只有11年的时间了 不过日前 华为云端服务执行长张平安 却是表示 因为美国的制裁行动 所以生产3奈米 以及5奈米晶片 需要的曝光机技术呢 大陆目前尚不具备 因此呢 目前华为应该要更专注 利用7奈米的技术 这一番言论一出 是让市场人士来猜测说 这会不会是悲情牌 可能呢 是要来放松 美国警戒的烟雾弹 因为其实华为 他所申请的专利技术当中 就可以看到 3奈米级的制程技术 计划端倪了 而习近平的谈话 跟华为打出的 这个悲情牌 是不是有关联 接下来会不会有 黑科技大爆发呢 华干哥 我觉得黑科技一定存在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其实嫦娥6号 都已经回来了嘛 在这个环境的氛围底下 其实我觉得 这个华为好像有点 打悲情牌的那种感觉 他觉得说 哎呀 你看连他的董事长都说 这个我们现在是做不到的 这都是7奈米 其实错了 你要知道在很多领域上面 不管是太空 军事 奈米科技 他已经 就是说 现在当然在 不管我们台积电的 刘德英董事长他也讲嘛 说 华为绝对现在不是对手 但华为在最近几年之内 会不会成为对手 你不知道 这是一个非常 就是说 这种黑科技 都是 你像我们都不晓得说 哦 现在 磁浮列车已经可以达到 4000公里的时速 那比飞机还快 你可能去 去年你还想不到这个东西 今年这个新闻就出来了 上个月我们看到这个新闻 大为震惊 有这么高的磁浮列车 它已经 不是一般的高铁了 那这里面有没有使用到 高度的晶圆科技 以及奈米 这一定有 所以现在你说 你现在我们看到 好像 这个习近平他有指示说 我们现在只向11年 我们就一定要达到这个目标 对不对 那将来 我们是不是要再 进到5奈米 3奈米 这个过程之中 是不是会遇到很大的阻碍 当然啦 因为美国 最大的半导体智商 埃斯摩尔已经说不准了 那从2019年 就开始限制你了 对不对 那请问 在尖端的奈米技术 还不能拿到 以制作晶圆的同时 大陆它会不会去朝向 其他的方向去发展 我觉得这些科技的黑暗面 能够衍生黑科技的方法非常多 为什么 因为美国自己的商业部门 都没有办法完全禁止 美国自己的公司 不要把机密给外泄 我觉得中国它突破 是迟早的事情 张军怎么看 我们讲这个 华为推出来的 深层910B 这个晶片 我们从这个晶片 就看出华为 有没有黑科技 这两天 好像前两天 这个NVIDIA 好像股价跌了不少 是不是因为华为 推出来910B的关系 我觉得可能性非常的高 我这不是开玩笑 为什么我这样讲 当初NVIDIA 黄生勋来台湾的时候 他推销了叫做H100 那一片晶片 因为AI最新的智能晶片 大家都觉得说 这片晶片 这个很好 那这片晶片值多少钱 大概一百多万 那只有谁能够用 当然是大企业 他才用得到这么高阶的晶片 那那个时候 美国说 你不准把这种晶片卖给中国 我为了维护我国家的安全 等等 等等等等理由 所以那NVIDIA 黄生勋要做生意 他就把它降规 降到H20的这种规格的晶片 大概原来只有H100的百分之八十 降了只剩下百分之二十功能 就要卖给中国来使用 但是没想到 现在突然华为杀出来一个深层910B这个晶片 它这晶片 它的效能虽然说没有H100那么高 但是也几乎达到H100的百分之八十的效能 所以那你想想看 另外我重点是在价钱 对不对 上次来讲的话 我买这个晶片是价钱 你知道这同样的这两款晶片 H20跟这个910B来讲的话 它们价位一个是美金 一个用美金计算12万美金 这个H20是12万美金 那910B是人民币12万 那你想想看这价钱差了多少倍啊 差了四五倍 但是我的效能还比你好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说百度啊 腾讯啊 这些这个大企业来讲 会用哪一种科技我当然就是去买这个这个华为的腾讯910B嘛 那美国自己要去想想看 如果说你一直限制这些大企业 这些不管是Navidia 或者是这些大的科技公司 不让他们把这些好的产品能够卖到大陆去 那你是不是逼到最后华为他们自己做出来等效能的这些晶片 或许他没有办法达到百分之百 像H100 可是他有百分之八十 他也一样达到AI的科技的技能 有做到这种水准 所以你这个在商严商 我一定我的想办法 我购买的东西成本来讲比较便宜 经济实惠 实用我觉得是最重要 那华为来讲的话 他现在又走这条路 那美国你自己要想想看 你弄到最后 不管是说这个艾斯摩尔的光刻机 如果说你再继续禁止它 或者怎么样 我可以不用做到相影那么深 可是我一样可以做得出来 我可能多几道的程序 多几道的手续 我一样可以做出三奈米五奈米的晶片 到那时候是变成说这些企业来讲的话 他没有得到这些订单 他没有产品卖不出去 他可能就死 就倒掉了 我觉得这是全球化 如果说是你美国用保护主义 来这个赫子这种全球化来讲的话 吃亏的还是美国自己 这些大企业来说一定会吃亏的 因为华为之前也曾经 因为美国的压制 它的营运有陷入过低潮 结果后来它就不声不响的 就突然就推出了 搭载7奈米的晶片的这个手机 就导致震惊了市场之后 成功的汇集人气 它的营运也回到了这7000亿的大关 所以大中老师要怎么看说 这一次华为说 他们不具备生产3奈米 还有5奈米晶片的技术 这番话是要美国放松警戒心 所以故意放的烟雾弹吗 应该是说它姿态比较低一些些 因为张平安他是华为的常务董事 也是华为云的云端事业体的负责人 先还原他的讲码是什么 他是在5月底的时候 在公开场合 中国移动计算力大会所说 他说我们中国肯定是得不到3奈米 肯定得不到5奈米 我能够解决7奈米就非常不错 意思是说我们可以把7奈米深根细做 把它做得更好更精致 有更好的产品更好的产品 能够满足我们客户的需求 这是当务之急首要之务 因为的确在去年8月华为当时 推出所谓的Mate60系列 搭载这个麒麟9000S的晶片 是使用中芯的7奈米制程 当时已经是让全世界很好奇 有点惊艳 因为感觉起来是在美国的 为首的这个压制之下 有自己走出一条路出来 所以那时候的确是 让大家非常的震惊 那主要还是一个美国 其实这几年的科技封锁 尤其是对荷兰 这个埃斯摩尔大厂里面 美国施加非常非常多的政治压力 所以导致艾斯摩尔 它有一些产品 它就自我设限 不继续出口给中国大陆 紫光机EUV的曝光机 那一般来说 当时大家会说 如果要用比较旧式的 这个生紫光机 DUV去做5奈米晶片 不是不可能 那的确像将军刚才所讲 但是你的程序 可能要更多一些些 成本高耗时长 那到底有没有办法 透过这个旧的机器 能够生产这个所谓的5奈米 外界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跟不同一些 一些猜测跟揣测 那不管如何 我觉得目前来说 因为是外在中国大陆 受到美国很多的一个 科技上的封锁跟压力 所以它势必得走出自己的条路 而且不管是企业界 中国政府已经投下巨资 那其他就是看时间 时间的问题 因为未来你要能够突破封锁 必须还是要得靠自己 没有办法全部都仰仗于别人 那华干阁怎么看 我看 不是 华为跟中兴 就是中兴国际 这两个公司 其实事实上 他们的合作是很紧密的 然后他有一个什么叫 生子外光 微影曝光机 其实当时他们就在想说 7奈米固好就很好了 那我们可能要到5奈米 或者是更进入到3奈米 是要花很长的时间 但是美国的媒体 不是这样看待 他们说光是这个东西 生子外光 微影曝光机 这个东西 他们就很惊讶 因为这要3奈米才做得到 结果呢 他们现在在跟中兴国际的 就是说他们的外部的交谈里面 就发现说 他们其实是在 往3奈米在迈进当中 那我想请问你 如果他没有5奈米的资格 他怎么会去想到 3奈米的事情 所以大家就想说 可能张平安他这样讲 他是不是以退为进 你要知道大陆 他通常都是 先不把他的成果拿出来 只说我现在只在这个成果 可是他已经走到那边去了 就像航空母舰的电池 你当初也不会知道说 3年之内可以做得出来 虽然这个已经研究10年了 但我们不认为 他那么快就可以达到 那里面也有很多 很高的基数在里面 所以我认为 张平安他就是以退为进 他认为说 我们现在只能做7奈米 但是他现在已经 有5奈米的能力 而且他往3奈米迈进当中 美国当地的观察家 不可能会信口开河 所以我认为说 将来可能会有更大的发展 而且会有更快的突破 会让大家觉得说 哇 华为真的是一日千里 连你自己连做梦都没有梦到 其实这几个月来 美国商务的官员是 向晶片的设备制造商 还有供应商施压 要求他们停止像华为 还有制造华为的一些晶片的中国公司 来销售产品的 The Information在6月25号的时候是报道说 华为的升腾910B的晶片 AI晶片延迟 所以可能会带给像腾讯 百度字节跳动 还有阿里巴巴这些公司带来一些问题 另外一方面 路透社也引述了消息人士指出 拜登政府正在调查 中国移动中国电信 还有中国联通 担忧大陆的电信公司 透过在美国的云端 还有网路业务 取得美国的数据 并且将这些数据带回北京 而且不仅如此 彭博社还报道说 华为在秘密资助一个 由Optica的基金会 所引运的研究的竞赛 保留了接触 美国顶尖科学家资源的渠道 所以上述的这些状况 真的是像CNN讲的一样 恐怕会影响到 美国的国家安全吗 将军 我特别要讲 美国国家安全是什么 大概靠三个美 美元 美金 美债 对不对 他用他的美军 我的军事实力 来做石油美元 提供沙奥地阿拉伯 我提供你国家安全 然后你只能用美金 来做这个美元 美元来做这个石油的买卖交易 然后我有这个美元的地位以后 我就可以去借钱 就是美债 然后用这个美债 又来养美军 所以我觉得这三个 是一个环环相扣的 可是现在很明显 他美国来讲的话 现在来讲的话 他石油美元这部分 可能会出问题 因为其他国家 包括俄罗斯 包括美国自己 也产了页岩油 然后大家也慢慢 全世界有一种 去美元化这种呼声 那如果说是美元来讲 跟石油股没办法再挂钩来讲的话 他必须用什么方式来维持他美元的霸权呢 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听到就开始变成晶片美元 就唯有高科技 等于科技美元来维持我美元的地位 那去年来讲 我们常听到的话 就是说美国来讲小院高墙 所以小院就是 我只在高科技这个范围里面 我逐出来高墙不让你中国进来了解我这个高科技 然后围住你 用很高的墙围住你 但是我的范围是有限的 可是经过才短短的一年 我们发现美国现在来讲 已经不再是小院高墙了 他这个院子越组越大 他要围堵中国的范围项目会越来越多 他不只是晶片要围堵 他包括设计啊 包括各方面都要围堵 但相对的 他碰到一个美国这么强的国家 举国之力来弄一个华为 这一个私人企业他都弄不动 那你想想他后来会有什么后果 为什么华为这家公司很特殊呢 为什么弄不倒他呢 这个你要知道华为有一点很特殊 我们像我们现在来讲的话 我们想要去买华为股票买不到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股票他不是上市的公司 他这些股权都是谁 都是他公司员工的 其实任正非自己本人所掌握到股份不多 他所有股份都是给他员工 所以任正非他理念就是说我的人才是最重要的 我公司可以不赚钱 但是我的人才一定要保留住 所以华为最大的资产就是他那些科学家 他那些工程师 那他也提供给这些高科技的这些人才来讲 很优惑的这些条件 将这些人才能够留下来 也因为这些人才能够留下来 他所以在各方面来讲的话 不管从这个晶片的设计 或者是说他的手机的设计制造 或者是说这个现在目前来讲的话 他像6G的专利权 已经是全世界最高了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心的是美中的科技站 来画面上我们看到这个专业顾问公司 科技顾问就是Tech Insights 他们最新拆解了华为所推出的最新手机 Pura70系列就发现说 在这支新的手机当中所采用的是 中芯N加2制程的麒麟9010处理器 它的中央处理器CPU就是9010 N加2指的是7奈米制程的加强版 先前讲到说华为竟然这个科技已经突破到7奈米 但这次是7奈米的加强版 而且也看到先前 美国商务部长Rimondo的22号 他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特别点到了 他特别很自豪地说 美国的科技仍然是领先的 他说华为晶片技术仍然比美国落后多年 而美国在创新方面已经是超过了中国大陆 现在中国大陆还落后美国有几年的时间 另外是在英国金融时报25号也报道说 现在看到美国用科技围堵的方式 要围中国大陆 主要是希望联手荷兰 日本跟南韩 一起对大陆要再实施更严格的晶片科技 还有设备相关的出口 来应对华为开发先进半导体 所带来的挑战 去年底8月份的时候 发表了Mate60 Pro这个手机 当时搭载的是麒麟9000S 7nm的晶片 而今年又看到4月份发布了 第一款的AI笔电脑MateBook X Pro 这样的一个新产品 当中所搭载的是Intel的AI晶片脑 这样的处理机 所以在在地透过这些新的产品 就看到了中国大陆不断 在突破美国的科技封锁 好 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 是不是代表说 美国想方设法的去围堵中国大陆 但是摆密总有好几书 围堵不了的关键原因 到底在哪里 大叔 我想这一次就是说华为这个两款手机 从麒麟9000到麒麟9100 9010这两款手机它都是7nm的这个性能 所以这个就变成华为两个方面突破 第一个就是它的晶片设计 因为这个高端晶片你要设计 那就华为的这个晶片设计叫海思 它过去它的那个所谓的晶片EDA 就是说晶片设计的软体 套装软体被美国已经四年前就已经封锁了 那照理是说设计不出来 那可是问题它设计出来了 所以就是说晶片设计的部分 现在已经华为已经突破了 那接下来就晶片制造 那就是说这种7nm的话 照理说应该用这个极子外光机 那而不是用生子外光机可以生产出来 可是问题就是怎么讲呢 中国大陆要生产的话 摆明是用生子外光机 而是极子外光机 为什么 中国大陆没有一台极子外光机 是 那生子外光机的话 能够生出 就是说制造出7nm的晶片 到目前为止 技术怎么突破的 美国没有掌握 我看了很多篇文章 美国像这种什么Tech Insight 天天在登文章 他们都在猜 你到底怎么造出来的 两种方向 这个到底是如何 没人知道 第一个就是说所谓的 在封装时候用堆叠的方式造成的 因为现在这个封装的话 是非常这种所谓的这种 这种高端制程 封装是很重要的 这个封装它用堆叠的 那么把这种所谓的这种 这种7nm的这种晶片 用非传统的方式制造出来 那么另外一种就叫重复曝光 也就是说 因为这个所谓极子外光机 它需要更精准的这种曝光 现在它就用生子外光机 把它重复的曝光 可是这个技术也非常困难 有人是猜是梁梦松 因为这个就是说梁梦松是技术的天才 那认为他可能在技术上做了突破 所以美国我想是猜测 就是说中国大陆在用 生子外光机 而非极子外光机 在制程上获得突破 所以美国已经现在要生子外光机 要这个ASML停止对它维修跟提供 提供零件 所以美国这个封锁 它是抓到漏洞它就去堵 那现在问题是ASML不同意 所以我已经签了约了 对不对 我已经要给它 我这个如果不给它维修 不给它晶片 我是违约 我可以不卖它最新的 极子外光机 可是生子外光机的维修跟零件供应 我是有这个契约上的义务 所以不管整个来说 就是美国现在处于一个困境 就是说它原来认为 已经让华为这个高端晶片 事实上已经断供了 它的整个的所谓的这个 所以华为的这个高端手机 已经在世界上已经消失了 没想到华为自己在7nm的晶片上 获得突破 所以这句话可以做一个结论 就说美国对华为的这个高端晶片的封锁 已经失败了